娛樂的中國生活報導 今次又要說回張志恒的史蒂芬 說著他一直以來給人家的感覺 都好像他自己說一事無成 然後就好像搞到有很多事情都搞不定 不過近來好像有點改變 又說做茶餐廳 接著連工人都聘請了 而且曬幸福生日照 好像一切都漸漸上回軌道 就看看是怎樣 開始照片之前 請大家讚我這段影片 和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和課金支持 近來Steven的兒子 他的兒子叫張天寶 我也不知道他的兒子叫張天寶 五歲生日 日子過得很快 他就出了他兒子的生日照 分享一家人四個兒子全家幸福 也留言說 他兒子五歲生日快樂 轉眼五歲 日子過得很快 還想整天趴在他胸口 在他那裡打遊戲 現在就是一隻猴子 沒什麼期望 只是希望你快高長大 健康成長 努力做人 讀不讀書不要緊 最重要做一個開心的人 做一個善良的人 千萬不要像爸爸那樣失敗 你不是一個善良的人 Anyway 所有東西一時無成 超級愛你的爸爸照 其中一張照片 看見Steven和兒子玩騎博馬 戴帽的Steven似乎 發線就開始高了不少 看起來就好像很累 這次為了這個生日 寫上標題叫P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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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很有念教,好姐姐難得 之後他們一家人就去室內的遊樂場 見到新到的外形姐姐 然後又開始切餅 雖然餅是簡單的褐色 但是就開心,小朋友已經很開心 那些網友又不是那麼認真 不少網友都為他送上正能量 加油不要被人看死 有網友說,在讀不讀整個書不要緊 最重要是開心這句 只是適合家人的身上 佛系的Steven也說,窮也可以很快樂 我又不是很贊成這個網民說 讀書不成不重要 最重要是開心這句 只是適合那些有錢人 不是這麼說吧 有錢人都讀到書的 有錢人都可能是面對著 就算你不讀書都不會開心的 你不要以為有錢人一定不開心 我經常有一個網上 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我經常都覺得不對 就是說 有錢可以解決到世界上的問題 我告訴你,有錢都可以很不開心 他們雖然可以解決到很多問題 但是我告訴你,人就很有趣 當人有100個問題要處理 可能你本身很有錢 你解決了99個問題 但是最後一個問題是足以致命 通常都是 致命就是有錢都解決不到 但是如果你面對100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你本身不是有錢 可能要逐個逐個問題解決 比如說,存錢買房子 存錢結婚 存錢買車 存錢買手袋 存錢買玩具 等等 有很多東西要處理 又要養上養下 可能這些問題就可以逐步逐步解決 但是你可能突然要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未必有 這個你順不順且都好 是有趣的 一個人的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 這個小小分享 說回Steven 他在這個... 怎樣說呢 他大兒子生日 前那個姐姐 來到... 即是跟他大兒子生日 算是有情有義 算是有情有義的 都已經請了你 不過可能你後來因為沒有錢沒有請 說真的這個姐姐也有情有義 可能出錢買蛋糕過來幫他的兒子 慶祝生日 都不頂 不知道 因為報道沒有說 算是很好的 而且我自己覺得... 即是看到這些開心照 我自己覺得開心 我覺得小朋友是... 是... 最開心就是這樣 那我自己都... 即是... 即是... 雖然我都說過幾次 阿Steven這件事 但我自己覺得... 即是我都勸導阿Steven 即是要做一個... 要稱職的爸爸 即是要負責任 你沒有子女我理得你 你有子女 你就要做在一個應該爸爸的責任 不是說出個帖子 就說 不要說我爸爸那麼失敗 一事無成 在子女的心目中 有時候不會覺得你爸爸是一事無成 他覺得你爸爸是... 爸爸媽媽 解決到很多事情 那你做回基本的事情就可以了 是吧 Steven 做回基本的事情 是吧 即是如果你... 如果想做明星 就努力去做明星這條路 是吧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如果你不想做明星 就腳踏實地 好像一碟一樣去找一份工作 可能我這份工作又不會太... 太過舒服的 但都是一份工作 都是養妻活兒 你想做一個好榜樣 你就做回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是吧 新教你的兒子 是吧 新教你的兒子 做回... 你要找回那份工作 然後拿點錢定期 那就公書教學這樣 不是... 不是... 周圍行黑這樣 我自己覺得 不要... 即是不要這樣做 即是我覺得是很難看的 即是當然 作為一個網友 作為一個... 即是喜歡看人PK 最開心的網友 這些花生就吃得很開心 但我自己就從另一個角度 就是想 你為人父母 你都一定要有回 為人父母 應有的行為、態度 和榜樣 這件事才是... 是緊要的 我自己 真的很緊要 你... 特別你有四個小朋友 四個小朋友 你... 都要新教給別人看 你都要告訴他們 你應該要怎樣做 怎樣做 是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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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用管 有時候 有時候 覺得... 你和兒子慶祝生日 都很開心的 前工人都過來 去幫忙照 喂... 你一家大小 你努力點 努力點 努力點 真的要努力點 不要整天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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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去... 去... 走捷徑 我覺得你現在是不能走捷徑的 是... 要... 切切實實 我不知道你現在那份... 尖沙座的那份茶廳 有沒有... 是否繼續做 如果你繼續做 我就... 即是... 鼓勵你... 鼓勵你... 即是... 即是... 可以... 繼續去努力 這樣... 所以... 所以... 就... 這樣... 當然有網民都覺得 Steven是... 為了吸引流量 而Post一點的 我又這樣說 因為本身她... 跟她太太... 都是喜歡這麼愛曝光的人 你要記住 她們喜歡曝光 她們喜歡把自己的生活寫出來 去Share 給大家看 吸引流量、吸引曝光 就肯定了 老實講... 就肯定了 但是... 問題上... 我起碼去Post出來 不是說跟大家說 我開了個Alipay 去給大家講款 是不是 我今次分享出來 是... 跟兒子去慶祝生日 例如前... 前... 前工人過來 跟他們慶祝生日 煮飯給他們吃 喂... 這些Post 我覺得OK 是不是 OK 又不是說... 又不是說... 什麼要你欺負 要你捐錢 那些... 我的Post就不要Post 這些我覺得你Post出來 那... 大家覺得你... 都...都... 幾開心 溫馨 你做爸爸 跟兒子慶祝生日 開心心 這樣... 這樣... 那... 起碼都做些事情 那... 我覺得... 都... 算是不錯 起碼... 起碼... 在這個層面上... 我覺得... 都... 看到他開心 和為人... 父母... 做好的一面 我覺得是重要的 起碼在這件事 我自己是... 是... 對他... 一向都是有少許改觀 那... 如果... 如果再這樣 繼續下去 周圍去行黑 那... 你怎樣做一個... 很好的爸爸呢 怎樣做一個... 稱職的爸爸呢 還有... 我也是我的腳建議 Steven 你現在這麼高人氣 真的... 真的... 如果你看到我這篇... 這段片... 真心說... 你... 你... 如果能夠... 運用自己的名氣 這樣... 正正經經啦 開一條頻道 這樣... 就... 講一下你自己娛樂圈的一些經歷 以往的一些娛樂圈的... 秘聞也好 或者... 爆... 其他我的明星... 那些... 秘聞也好 那... 我覺得是有流量 有得聽的 畢竟現在我見到很多... 不是那些一線明星 可能二、三線 以前做開的那些二、三線明星仔 他們都開一條頻道 在這裏大爆娛樂圈的新宣史 這樣都做得對 那Steven 我覺得你可以這樣做 如果Steven 你有事不明白 你便問一下高恩仔 我幫你搞 我幫你搞 這樣... 搞得怎樣就OK 所以... 所以... 就是這樣 我自己的建議就是這樣 不過... 這些建議還建議 那Steven自己搞 不過... 我... 對於你這次的帖子 是抱正面的態度 繼續努力 腳踏實際做人 就是這樣 好... 今次娛樂的綜合新聞報道就是這樣 下一次回來我們繼續 請問一下 ペット 完成了 請問一下